RTX4090显卡发布了 那以后我们玩游戏是选4090还是PS5呢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我的分析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视频的背景 就是40系显卡官方的一段demo演示 看了这段玩具车游戏的演示 给我的第一感觉 那就是这个游戏画面距离真实更近了一步 比如这个逼真清晰的画面 还有光线追踪带来的光影效果 还有就是物理引擎 特别是这个物理引擎简直是更加真实了 整体给我的感觉比以前的游戏 从画面这个角度来说进步了一大截一大步 那么我们已经拥有PS5或者想买PS5的玩家 是不是慌了呢 各位是不是还记得 虚幻5引擎也有几个游戏的demo演示 比如黑客帝国还有哈利波特 当时玩家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也被震撼到了 不仅如此 主要出新发布的美墨1的PS5重置版 还有低频线2 还有即将发布的战胜5 这些可都是真实的游戏的画面 RTX4090的这段视频只是个demo演示 不必惊慌 游戏的画面也是可以按照世代来划分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PS4和PS4 Pro这一世代的游戏对应的响卡是GTX1060 还有RTX2060 它们玩游戏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虽然PS5是2020年底才发布的 但是现在能发挥出PS5全部性能的新游戏不多 现在PS5玩的大部分还都是老游戏 都是PS4的游戏 我个人感觉随着40系显卡的发布 还有矿难带来的显卡降价 未来的新游戏会比之前我们玩到的这些3A游戏 从画面上会有显著的提高 会提高一大截 所以我认为PS5对应的显卡应该是30系和40系 它们是同一个世代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刺客信条起源》这个游戏 我在2018年第一次玩的时候 被它的画面惊到了 当时我用的是GTX760两季显存的显卡 玩的是1080P 30帧到45帧吧 我发现它那个游戏里面的草都是会冻的 而且那么多的草 特别的真实 那个人物可以隐藏在那个草里面 而且人物的建模也是特别的清晰 这是2018年的事 昨天这款游戏入了PS会员的二档库 我又下载玩了一下 用的是4K60帧 这次在玩的时候 我的第一感觉 它是一个PS4游戏 虽然清晰度高了 帧率也高了 但是这不是PS5时代的东西 另外有这种感觉的游戏也挺多 比如美墨2 战地1 神秘海域4 战神4 还有大表格2 这些都是画面很好的游戏 但是这是上一个时代的 现在该翻篇了 如果再往前倒一下 像古墓地影9 美墨一代的PS4版 还有战神3的PS4版 还有暴雨 这些游戏的画面又是更前一代 也就是PS3时代的画面 那PS3 PS4和PS5 这三代的画面 你们有感觉了吧 如果玩过这些游戏的话 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画面绝对是一个重要的 关键的参考标准 RTX4080 4090在玩游戏的时候 画面应该是4K 144激烈的 因为它们性能足够强大 但是PS5 它也支持4K120帧 虽然是有点减配 但是它有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PS5和40904080 它们作为玩游戏的设备 是同一个时代的 40804090 效果会更好 帧率会更高 但是PS5它是可玩的 也不会差到哪去 过了及格线的 下面说说价格 RTX4090是13000 便宜的4080也得7000多 你想都配这个级别的显卡了 你不可能给它配一个700块钱的CPU 怎么说也得13700起步 整机下来估计得2万了 而PS5呢 才4000多一点 价格相差5倍 我估计会有人说了 PC还能生产力 PS5只能打游戏 这话没毛病 我估计大部分人 花2万块钱买电脑 绝对是为了生产力 而不是为了打游戏 打游戏是副产品 如果纯粹为了打游戏 才花2万块钱组个PC 这种人估计非常少 估计有1% 但是评论区除外 评论区大部分应该都是 3090Ti和4080这个级别的人 我们继续说 PS5对游戏是做过专属优化的 从CPU到GPU响卡 再到内存 还有PCIe 4.0的固态硬盘 还有它那个 牛的手柄 所有的这些硬件 从设计的时候 就是为游戏而生的 向游戏看齐的 从另一个角度 所有游戏软件的开发商 也都是对PS5硬件 做过专属优化的 目前大部分的游戏 都没有发挥 PS5硬件的全部机能 所以说 40系响卡的这个时代 PS5算是正当年 未来50系响卡的这个时代 我估计PS5压榨一下 也是没问题的 最后说说这PS5手柄 PS5手柄有很多新特性 但是它只能在PS5上 才能发挥这些特性 在PC上需要游戏的开发商 对于这款游戏的PC版 针对PS5手柄 做特殊优化才可以 但根据实际测试来看 做这种优化的游戏特别少 甚至于大部分的PC游戏 都不支持这个手柄 所以说想用PS5手柄 在高端PC上玩PC游戏 这个方案先不要考虑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对各位有参考帮助 那么玩游戏选4090还是PS5呢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